全球手作旋轉建築 桃珠影園 獨特外觀設計 當年一曝光就引發討論 外傳每戶上看18億天價 但近日臉書卻流傳 留言就能抽到免費房屋 不會 怎麼說 我不想住豪宅 只是單純不想住豪宅 沒有 真的看起來很瞎 可能會評估看看 會去看他的準確性吧 因為現在還是很多詐騙 打開活動頁面 大多人都是半信半疑 畢竟豪宅單價如此高昂 直接拿出來送 根本天方夜譚 中華工程發出聲明澄清 活動訊息以及臉書專頁 通通都是gay 而被冒名的還不止這一件 新一房屋 遠雄建設 也出現類似抽獎活動 一時之間有很多的民眾 跟網友打電話來公司做詢問 我們在第一時間做了澄清 公司並沒有舉辦 類似這樣的一個活動 廠商第一時間都以檢舉 呼籲民眾不要上當 就怕有人個資被盜取 3C達人解析 像這種要求按讚留言的假粉絲頁 其實別有用心 因為粉絲會有一些 概密跟合併的機制 他等於用這樣方式去養粉絲 之後之後再併造別的粉絲 也做操作 等於是要用一個比較便宜 或是說出來用騙的方式 騙的名單 去取得比較多的 就要不加入他們的團這樣子 警方提醒 像這種假粉絲頁 目前沒有明確法條規範 除非真的有人受騙 損失報案才能往下查 重要的是網路上 千萬不要隨意公開個人資訊 以免影響失敗 記得林憶瑋 林孟昌網稅島台北報導